昨天开始,温度再次下降,最低温度已经到了零度 我以为今天会有霜冻,结果没有 我喜欢冬天的霜冻天,因为只要是霜冻天,就会有暖暖的阳光 在网上买的木头回来了,价格不便宜,质量很一般,尺寸差的严重 买了9乘9和5乘9的,有两根9乘9的,只有8.2乘8.5 和5乘9的连接起来有点差异 到时候只能用袍子之类的东西修一下边呢 一般来说差0.2到0.4算正常吧 我估计是因为发给我的木头,表面有点发霉 然后商家把外面修了一下,所以就造成了尺寸严重的不够 最搞笑的是,我买木头都是按米计算的 他们的规格只有3米和4米,所以材料都不会刚刚好 会剩下一些材料 运费都是我出的,商家居然没有把剩下的材料给我 不过我量了尺寸拍了图片给他,只是单纯的想告诉他一下 没想到他马上说给我补发,价格是贵点,但是态度还是不错的 买这个木头也是一拨三折 最开始找的一个成都的商家,价格便宜 详情业里面也说可以免费聚开 我就把所有的尺寸和材料告诉他 他一会儿说叫我自己去穿账立交字体 一会儿又叫我去皮图区字体 但是当我说我先拍好,把钱给了 你锯开,打包好,到时候我直接去取走,不等待 没想到商家不愿意了 他叫我直接去字体点给钱,看着锯开 如果不这样,就不卖给我了 这步操作我真的是没搞懂 是因为它的材料不好,怕锯开了 我去字体的时候不要 最后我只好选了一家价格贵点的,直接寄过来 我明明没有选成都的,但寄过来的地址也是成都的 我想他们应该是全国各地都有经销点吧 这个椅子我想做简单的笋帽结构 所以要先画上线,确定好打孔的位置 第一次做,每一步都特别特别的小心 总害怕计算错误,或者是画错 所以最后我把木头一根一根的摆好 以便确定具体位置 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应该就会很忙碌了 上午给米兔桃修枝,累了就回家坐椅子 但愿我的成品不要让我失望吧 是吧 有没有 搅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